用信心来承接 你必须打开你的心 来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知道我的心下马槽 我需要耶稣 降生在我那颗马槽的心中 上帝就要给你 真平安 这个平安是世界 不能夺去的 是黑暗权势也不能抢去的 这个平安 还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 耶稣说 在世上人会有苦难 但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有真平安 所以在这平安的夜晚 我们巴不得 每一个人得着真平安 如何得着呢 在地上 平安归给 神所喜悦的人 你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吗 不是靠着功德 不是靠着善行 也不是靠着你在世上有多大的成就 跟贡献 乃是靠着你有一颗谦卑的心 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需要你 上帝啊 我信靠你 当你愿意把心敞开的时候呢 神就让他的主生爱子耶稣 耶稣基督进入你那颗下马上的心中开始做拯救的工作 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来帮助你提升提升提升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爱的 所以圣诞节告诉你 神何等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 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赏赐给你了 罗马书8将告诉我们 这位神 如果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你 他岂会不把他所穿的万物给你吗 他岂会不把他自己给你吗 这就是爱的 人最大的需要 人最深的渴望 乃是得着真正的爱 完全的爱 不改变的爱 毫无条件的爱 这个爱在哪里呢 乃在基督耶稣里 在求助关注我们 在这样一个平安宴里 世界的确没有平安 明天的报纸上 你都会看到在平安宴里面 有多少人 没有办法过平安宴 我们相信我们这群人呢 要得着真正的平安 而且很乐意把平安 分享给我们周遭那些人 所以平安宴 不仅是要让你 和家人得到平安 平安宴更是要让全世界 都认知耶稣 得到神所持的平安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我们手上还还是拿着蜡烛 蜡烛若不经过燃烧 就不会发光 只要经过燃烧 神也在燃烧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放出光 放出热 放出能力 这个世界需要能力 这个世界需要光 但是需要某些人愿意 舍掉自己 被燃烧 被燃烧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的活血 这个教会有更多更多的同工 弟兄姐妹们愿意在神面前说 神啊 我愿意更多的被燃烧 能够放出光 放出热 放出能力 去帮助我的家庭 去帮助整个社会 甚至帮助整个世界 更能够看见 唯有耶稣是救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大家起立 在神面前 来做一个 讨神喜悦的祷告 什么祷告 会让神喜悦满足呢 还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所以我们大家低头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求主 来光照我们 求主 来点燃我们 让我们的未来岁月 充满热心 充满激情 把这个冷漠的 寒冷的世界 温暖起来 照亮起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能慈悲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 告诉我们 那受过 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要得着荣耀 要看见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这光要断开 我们所背负的众恶 我们尖头的杖 欺压我们的棍 都已经折断了 哈利路亚 因为 耶稣基督这位婴孩 为我们而生 又为我们而死 又为我们死后第三天复活 又升天 还要从天上来到世上 把我们接到天父的家中 天父我们是在乔里恩戴 佛水得胜教会的每一个人 都乐意透过参加聚会 读圣经多祷告 让我们那颗下马朝的心 能够越来越恢复成神的殿 越来越恢复成为王的功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天亲自一天 不但那是我们心中的圣殿 要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华美 越光明 让主你的荣耀 能够在其中大大的流露发表出来 哦主耶稣我们是在求你帮助 活水得上人 人人心中不但有光有爱有活水 面对这寒冷的黑暗的 面对这干旱的世界 让我们总是用祷告 用救恩用福音用神的话 用神的恩爱去带动他们 去影响他们 把这个世界 哦主啊因这有光 就不再有 痛苦 不再有 烦恼 不再有咒诅 天父我们求你 让人人都活在主你的光当中 因为只有你的光是真光 只有你的光能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天父我们也晓得 圣经说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正却成为死亡之路 主啊你来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出死亡 啊 入生命 不但得生命 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得着永远青春完美的生命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 让我们用信心来承接 永远信心来传扬 更用信心来见证 耶稣就是光 我们也成了发光体 我们要燃烧自己更多的大方光明 求主在2015年的这样一个圣诞业 更多的激励我们提出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 都是光 我们要把光放在灯台上 不再放在楼底下 求主恩待每一个人在他的家庭 在他的职场 在他的公司 每一个地方都成为光 主要求他们的光 有油 让他们 有 经过火的燃烧 能够大方光明 照亮这世界 孩子叫他祷告仰望成球 也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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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